中华生表示因为美国子公司的营收任劣时间点延后 因此预估8月份的营收比起7月份可能呈现的是衰退的格局 不过展望后市9月份子公司的营收陆续要可以任劣之后呢 终生化单月的营收渴望攀上高峰 而且法人看好第四季在原料药出货增温的带动之下 单季有机会可以挑战全年营运高峰